喔 我剛才那個火氣突然起來 那個瘋狂暴走 火氣突然起來 暴走暴走 你讓我暴走啊 不是你暴走 哈囉大家好 我是龍來 今天我們要來打句點戰啦 好啦 來看一下句點戰 這個的話 先看一下其他的 這裡比較簡單 這裡的話我應該直接 用這個火貓貓 然後來把 瘋狂戰跟水狼人破壞掉 基本上就等著贏了 就等著贏了 我們今天應該會用一個稍微 就是盡量用平民陣容 可能比較不會去用那些什麼 奇怪怪的 盡量我自己只盡量 盡量不要用那些奇怪怪的 先破壞誰 先破壞他好了 OK 盡量不要去用奇怪怪的 像是這個 光德啊 光德光傲這些 盡量但是先說好只是盡量而已喔 然後這裡 補血等下放 好 欸唷好煩喔 好啦不管先破壞掉 降低我的壓力 完全不動 剛才那個破壞 我以為他會跑得比我快一點點 可惡 沒關係 因為剛才有個速度Buff 因為剛才有個速度Buff 這樣子 然後 這可能要磨一段時間了 這可能要磨一段時間了 進補 沒差啦 完全不痛 這個好像連補都不用補耶 因為完全沒有要扣血的意思 OKOK 可以可以可以 然後這裡的話 繼續普攻就好 然後減傷 沒有問題 然後補血 先稍微補一點點血量 不痛 完全不痛 完全不痛 而且 這個反擊會慢慢把血量給破壞掉喔 敲 繼續 加速 然後護盾 這可能要打斷時間了 這可能要打斷時間了 但是基本上不會輸喔 有沒有 大家如果主要這個基本上不會輸了 好 這裡有一個時間點可以做 砰砰 我本來想說剛才有一個時間點可以去做一個消血 但沒有耶 打他吧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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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包盾的 OK 水狼人的傷害大幅下降 然後 G點他 G點他 護盾 避免瘋狂戰 這盾基本上應該已經感覺得出來 這隊已經很妥了 這隊已經穩贏的了 我等一下再把那個什麼 再把瘋狂戰的血量再破壞一次 基本上 對面就完全沒有輸出了 而且你看 這個瘋狂戰即便喔 先說好 先說 等一下看一下攻擊條 這樣子 又沒有破壞到 即便那個瘋狂戰 現在以現在這個狀況去砸球 也是完全沒有 完全不會痛 也是完全不會痛 我現在還沒有破壞掉他很多的血量 但是還是完全不會痛 就知道我現在的一個 抗打技能力有多強 來 提速 而且因為有一堆 而且因為有一堆抗包盾 所以水狼人的傷害真的是完全起不來啦 沒事你 你繼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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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很厚 欸這個要打多久 這打多久啊 我這邊直接 我在想要不要直接Speed Mode App View 我覺得應該Speed Mode App View 大家可能現在有聽到我 看到的畫面一直在快轉 但是我人在講話這樣子 但是可能我 畫面跟聲音可能會對不上 因為我是直接快速的喔 快速播放的 要不然這也不知道打多久 用力 好啦拿下來第一場拿下來了 還是比較穩的 只是打的比較慢 打的真的比較慢 真的比較慢 好多喔 再來的話 這隊吧 這隊吧 然後先把暗功夫妞給打掉 那不然他的一個攻擊不確定衣術會很危險喔 這邊 以攻擊條來判斷 OK 直接先碎 直接先碎 好 他動過了 開始激活 開始激活 蹦 蹦 先砍他 先砍他 然後不能動 所以這樣子 欸欸欸 欸欸欸欸 欸欸欸欸欸別暴走啊 好啦算了 這次順送他 砍掉他 沒關係 不要暴走 不要暴走 欸屁啦 欸 不會輸 欸 不是不是 對面爆了太多次了啦 對面爆了太多次了吧 對面 前面一直動欸 我我我我 如果他一開始他的功夫力很快 然後直接把我無視防禦踢掉 我就不說話了 沒有 他不是 他是前面一直動欸 他前面一直動欸 欸 喔 喔 我想笑喔 換個隊伍換個隊伍 換個隊伍再一次 直接切掉 直接切掉 認真了認真了 沒事不會痛不會痛 好 繼續你繼續 這裡 這裡 這樣子吧 然後 我這邊等一下 我這邊等一下 我這邊要 先降攻 OK 沒問題 沒事 補血 好 我這邊等 屁啦 我要等他沒看爆盾 結果沒有欸 他看爆盾一直出來欸 不是 我要等他沒看爆盾 暴走一次 你又不暴走 很煩欸 我希望他暴走的時候 他就是不暴走 我剛才希望那個 降攻 我剛才希望他的那個什麼 風速琴 風速琴去 去暴走然後甩掉他的一個 甩掉他的一個抗爆盾 結果沒有 煩喔 普攻就好 降攻 降攻 漂亮 又甩掉 不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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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可以了吧 不要爆走喔 幹 他整天爆走欸 他整天 欸 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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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什麼忍不住 我看這忍不住 我看這忍不住 他剛才整天 整天在那邊給我暴走欸 整天在那邊 那個水洋人 對面的抗爆盾 永遠 永遠沒有辦法 消掉欸 我的光最高只要 我的光最高只要身上有 有加攻 他一定有抗爆盾 我剛才有點可怕 欸剛才那個好賽喔 剛才全部打在同一隻身上欸 真的是有夠生氣了 哇 一定要先先瞎了 然後 退條 退條啦 幹 他又要爆走 幹 真的要爆走了欸 幹 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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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噢 噢 剛才那個火氣突然起來 他就是 那個瘋狂暴走 火氣突然起來 火氣突然突然起來 噢 噢 為什麼這場攻堅打得那麼的 那麼的辛苦啊 那麼辛苦 下場下場 好了 來這裡就先吧 這邊的話好不好 直接這樣子了 直接這樣子了 直接電掉了好不好 那當然也可以去用 這個其他的無視防禦 啊 包含什麼光最 光 光小惡魔啊 水槍手 所以我等一下會用 我等一下會用同一個隊伍 就下一場我會 我會再打同一座塔 然後我會用 同樣的隊伍 同樣邏輯的隊伍 來做進攻喔 OK這邊 直接先拉起來 然後 想一下喔 怎麼樣是最保險的 應該是降最保險 然後直接避不掉 這樣應該最保險 喔 直接電死吧 哇 皮諾可這個直接電死 完蛋 扛一下可以扛嗎 可惜 這個有點可惜 但沒關係 但沒關係 直接避不掉 蹦 好啦 那這裡單挑我應該可以贏吧 但看看可以贏 好拿下來 第一場拿下來 第二場我會用同樣邏輯的隊伍 來做一個 來做一個進攻喔 有沒有說 先看有沒有說 不要打哪裡 喔 沒時間的摸黃塔是不是 好沒問題 我們要保二 那這裡的話 我就示範隊伍就好了 我就不打了 因為我們現在要打紅色 要保第二名 那 第二組的話我會這樣打 不會這樣子打喔 直接先讓光小惡魔去 秒掉這個 那個 我 去秒掉 我應該會選擇是 秒這隻阿 我應該會選擇秒他 或是秒 我覺得秒 秒瘋雷蒂吧 讓光小惡魔去秒瘋雷蒂 然後 水槍手秒他 但水槍手也可以用其他的無視防禦打手 不然他 改成火最高也可以喔 反正就直接先 欸我想一想好像直接 直接選擇火最高應該更好 就是直接先秒 跟剛才的收頭的順序一樣 這個換成火最高之後呢 直接先 先秒掉 風魔陣 然後再秒掉 風雷蒂一條命這樣子 就會跟剛才的這個隊伍的邏輯是一模一樣的 好啦接下來我還打別隊了 好啦這裡的話呢 這個風暴女會破防喔 那就希望他不要破防到我們的拉拉就好了 GoGo 開反 這整隊的邏輯呢 就是 魔到死 沒有其他邏輯了 魔到死 砰 開魔喔 OK 沒問題 沒問題 唉唷 唉唷 還好 喔這個解 我跟你講這個解架實現成 這個打 這個打好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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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解架實現成 好 然後 這樣子 沒事 不要再暈喔 不要再暈喔 敲 沒事 然後 敲暈怎麼樣 緩個速怎麼樣 有緩到 敲 反正不會破防 反正不會破防 所以沒關係 我這裡 娜娜能控就控 娜娜能控就控 這樣子 因為她娜娜是絕望的 絕望的的話 就要小心 我不希望我的這個 我不希望我的這個火的火的什麼 拉拉被破防到 然後不小心被擊火 雖然說應該不容易被 被秒啦 就是對面的火奧跟 娜娜的一個 輸出能力都是有限的 所以應該沒有那麼容易被秒 但至少我不希望說 去有一些風險存在 好這如果有反擊的話就 沒有 那就解掉 B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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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擊 反擊一下怎麼樣啊 你怎麼不反擊一下啊 這裡先解自己吧 我解自己 敲他 好沒事不痛不痛 敲 不痛我不痛我不痛 好反擊 這個反擊有 有東西 暈 暈娜娜 敲 應該快沒了 應該快沒了 反擊一下怎麼樣 反擊一下啦 這個 敲他 沒事解掉 好啦 這邊這場穩了 這場穩了 我覺得我還是比較怕火先鋒一點點 火啃一點點 因為火啃的傷害 真的是很高的 那 那個 只要被破防到的話 拉拉斯有可能瞬間登出 所以我比較怕火啃一些 敲 沒問題 敲下來 敲 好基本現在已經無閒念了 敲暈 敲 好啦那這場就順利的拿下來了 這場已經無閒念了啦 最後再慢慢破壞火號就可以了 最後再慢慢破壞火號 然後可以 普攻 這裡我稍微來點心機怎麼樣啊 算了沒差啦沒差啦 開槌 開板 沒事 有點板 這裡的話我點他 我不要讓他補血 我不要讓他補血 欸 這個敲可以喔 敲 快了快了 快把他敲死了 快把他敲死了 敲死他 敲死他 敲爆他 插一下插一下 下次就可以了 下次就可以了 下次這個火號就沒了 敲 敲 敲 好啦結束 結束 哇拿下這場 我們現在是寶2 所以 要選擇這個 第二名或第三名的分數做進攻 點 那娜娜其實要看啦 如果今天娜娜是走一個暴走 我不用怕她暈眩的話 我就專注的看我的破壞 那如果她走了絕望的話 我就會選擇 柯柯我發就是一個策略啦 就是柯柯可能盡量的去暈她 避免這個 因為她不會暴走嘛 所以 就盡量避免她的攻擊來 對我們造成暈眩 好拿下來了 拿下來了 再來下一場 我想試試看這個光魔將欸 我這一場有點想試試看 就是 直接 讓光魔將來做一個 加攻加防 而且還有護盾 他的一個二技能 有一個護盾 三技能呢 沒問題嗎 我蠻想試試看這個欸 我蠻想試試看他的 欸 我換一隊換一隊 我們試試看好不好 我們試試看 然後那個 我讓這個風流量慢慢破壞 慢慢把 慢慢把這個 無人水狼人 還是瘋狂戰的血量給破壞掉 OK 試試看吧 可以嗎 喔 然後這裡直接 加速 二技能 加攻 加防 Great 護盾 護盾 護盾出來了 那我這邊可以開控 控 可以 可以 我可以控 我很控 我很控 然後這裡的話 想一下喔 這樣子 抓 然後 抓他 欸 再補 再補 然後這裡三技能 減冷卻 開控 砰 砰 沒有碰到 不痛 不痛 沒事沒事沒事 欸 護盾 有護盾嗎 只有Great才有護盾是不是 呃 砍 他是破壞的吧 這次是破壞的 所以我破壞他的血量也是 也是一招 而且 而且我有加攻加防 我很痛 等一下 我直接抓掉 直接抓掉 有沒有 漂亮 敲暈 開槌 開槌 槌爆 喔 雖然他抵抗很高 但我覺得不錯欸 還不錯 如果給光魔教 再好一點點的符文的話 我覺得表現會更不一樣 砰砰 加攻加防 呃 沒問題我先消血 我這邊先 先以消血為主 控 然後 降冷卻 補血 補血 消血 消血 沒退道條可惜 呃 好這個就讓他那個吧 這邊看可不可以敲一個護盾處啊 沒敲到護盾 沒敲到護盾 沒敲到護盾有些可惜 我這邊就直接瞄準 光人魚 敲 好等一下可以補血 再瞄準他 繼續 砰 可以可以可以 而且我這個反擊不錯吧 這反擊有暈到超賺的 欸欸欸冷靜 你冷靜 砰 加攻加防 欸為什麼一直沒有GREAT啊 GREAT就開場那一次而已欸 我GREAT是不是有開場那一次而已 欸用錯用錯 好補血 OK這個不痛 他現在已經開始不痛了 雖然說他還是那個 雖然說他還是破壞的 但他已經開始不痛了 所以等下打起來傷害量會少很多 進補有沒有 沒有 暈 有這個暈很棒 欸完全沒有GREAT 傻眼傻爆眼 開砍 砰 補血 敲 敲 消血 消血 差不多了 消血 砰 OK拿下來了拿下來了 破壞掉了 欸光魔將還不錯 因為對於這個 其實我覺得如果用光魔將的話 好像那個風流浪的位置 可以再少要換另外一個角色 原因是什麼 因為 那個 他的三技能會減CD 所以其實光魔將拿去搭配那種 CD不高的角色很強勢很強勢 像水狼的23技能的CD 就是中間而已 所以 加上光魔將之後就怎麼樣 他就變成 中偏短 甚至直接短CD 就很好用 抓 砰砰 而且他還有加工 會讓我們的風流浪的傷害 大家注意到喔 我的風流浪喔 我的風流浪 這是第二隻 什麼意思 他的技能是沒有吃的 他的技能是 都是1 所以如果他吃滿 搭配剛才那個部分的話 那他的傷害就會更可怕了 欸五回合 五回合的加工加防 開砍 退調 挑釁 沒有 有挑釁到 破防不到 破防不到 破到防了 來 再來 抓破防 又爆走 又爆走 敲 破防 砰 加速 讓自己跑得快一點 吹 有進步 有進步可以 砰 敲 拉提速 抓 敲 1 2 好拿下來 拿下來了 這隊還不錯吧 還滿穩的 比我想像中的穩 比我想像中的穩喔 好啦那 這邊回來了 然後這個 光人魚的 光人魚喔 光人魚的不太好打 光人魚的比較好打一點 光人魚的比較好打一點 想一下喔 好啦 那這邊 我們就直接讓反毒了好不好 直接把他毒掉了 GOGO 這個 等一下開場先 反正我有兩隻冷卻嘛 一定有一隻不會被忍到 然後我等一下就直接先冷卻隨意就好了 OK 欸 等一下冷靜點你冷靜點 這個 我想一下喔 這個冷卻我直接這樣子好了 欸 好 開毒 然後 再冷卻再冷卻 扛一下扛一下 然後這邊 來開補開補 補起來 好可以打別人了吧 對你可以打別人了 不要再打我了 不要再打我了真的 打我一直打我有點煩喔 點 好 有運到 緩速 緩速是一種 緩速是一種對隨意的降攻 然後冷卻 好又冷到 好 進補 沒關係 開反反毒 好 沒事 這邊 再忘卻 上毒 沒事吧 可以吧 能扛嗎 能扛嗎 欸 等一下 還行嗎 不要破防 不要破防 抱走一下 抱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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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走一下啦 我都沒抱走欸 對面在抱走欸 有開玩笑喔 這個還 這個還能起舞 這個還能起舞 給右邊看我們還能起舞 我們還有機會 還有機會 來 右邊那隻會毒死 所以我不用管他 這樣子 然後 欸 不要再動囉 光人不要再動囉 點 點 先點掉他 然後 不要抱走 靠腰一直抱走 暈一下 還能起舞 還能起舞 本來有點想直接退出了 好我站到最後一兵一組 你再抱走 你再抱走 我真的不用打啦 你也有抱走 看 那隻光人每次都抱走三小啦 抱走抱走 一定會抱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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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暈拜託 你這個暈我還能玩 那隻光人每次都抱走幹嘛 他應該不是跑條贏吧 他是跑條贏嗎 我等一下回去看 他是跑條贏還是一直抱走阿 怎麼決定呢 這邊應該直接開毒好不好 這邊直接開毒應該可以了 受不了了 沒心態了 直接硬幹了 硬幹了 硬幹一波了 OK 好這邊 開緩 然後 冷卻 我常常講喔 他已經冷卻過了 然後2技也開過了 所以我這邊冷 冷水衣 冷水衣 然後暈眩 暈個 暈個 還行 還行 欸 我會 我的術藥會先動 還是他會先動阿 賭一下好不好 我們賭一下 喔 賭到 兩回合 水 這樣子 然後 不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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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他每次都抱走 那隻狼呢 我這次確定 我一定 是他抱走 他是抱走 我這次確定是他是抱走 每次都抱走是怎樣阿 來 再冷卻一次 受不了 我也可以抱走 然後 再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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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暈到 這邊 這樣子吧 因為我剛剛 我剛剛為什麼沒有去拉 暗蘇妖 原因是因為這樣子阿 我覺得他的水衣會暴走 我如果剛才轉暗蘇妖 我跟你講 剛剛轉暗蘇妖就會觸發 系統條件 隨意就會暴走 而且那個位其中不會管他 一定會直接把我的暗蘇妖打死 就會直接浪費掉了 好不好 所以我剛才那邊操作 是根據系統心理學來做的一個操作 好啦打掉了 看到沒有 我們這個對於系統的這個研究 是非常非常透徹的 是非常透徹的 來這邊再加一 再多加一回合 清理下去 好啦拿下來 拿下來 對對對還不錯 那當然啦 風爹的話可能比較難取代一點點 但是這個 火神咪的話可以用這樣 暗死神中的角色去做取代就OK了 好啦 再來繼續 那這邊的話我來帶水鬼吧好不好 這邊利用水鬼來去做一個 擊殺應該是可以的嗎 應該可以吧 只要我水鬼有一個好的暴走 應該就可以直接擊殺了 然後搭配加工角 好沒問題 沒問題 開砍 開閑 開疊開疊開疊 這樣子 上個免疫吧 上個免疫 沒問題 卡扛扛 有破壞嗎 看一下喔 光鬼有破壞 然後先砍他 沒上到破防 光就好 我突然覺得有點危險了 再撐一下,再撐一下,我們再撐一下 再撐一下,再撐一下,可以的可以的 好 刷刷 破防,好有破防 好,沒問題喔 我看到timing喔,等一下喔 來 等一下,放到這邊 不行不行不行,這裡不這樣拉的話,我怕等一下會直接 沒有,我怕等一下會直接沒了 換血,然後水鬼等下砍下去 可以嗎?可以嗎?可以嗎?你可以收頭嗎?水鬼 有沒有?有沒有?有沒有?水啦 等一下,我這個也 應該我的傷害現在夠嗎? 尷尬了,我傷害不知道夠不夠 加油 水鬼加油,如果單挑不會輸 破防,破防,破防一下啦 幫個忙喔 不是你破防,不是你破... 靠腰,不是你破防啊 欸,看 他爆走,你讓我爆走 你讓我爆走啊 你,不是你爆走 不滿血 欸 還有戲 還有戲,抱走 讓我爆走就可以 讓我爆走 讓我爆走 爆爆爆爆 幹,怎麼他爆走 欸,我水鬼裝爆走欸 幹,怎麼都他在爆走 我水鬼裝爆走欸 怎麼全部都他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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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的水鬼是爆走吧 我要確定是 我的水鬼是爆走吧 我有沒有少裝一顆符文 我有沒有犯這種蠢事情 沒有啊,我爆走啊 我爆走啊 對啊,我爆走啊 欸 怎麼又搞這套啊 剛才最後幾回合 全部都他在動欸 我這場 等一下,這場爆走的次數 我怎麼有一種好像差不多 但是又好像差很多的感覺 就是我有一種好像 我都是稍微動一下 一絲一絲 然後對面就是瘋狂動起來 還是我有錯覺 奇怪,我怎麼覺得這場好像 我好像有動 但是好像沒有動得很明顯啊 再來啊 給他最後一次機會喔 給他最後一次機會 反正也是最後一隊了 好不好 火最高直接把那個 火最高直接拚把火術琴秒掉 直接拚了 這邊看 我確定要攻幾條喔 好,這邊一定要先開 這邊一定要先開 漂亮 漂亮 這個爆走漂亮 那不知道你能不能 你敢不敢 好不好 敢不敢你的水狼龍不要用二技能 水 我跟你講 有了 沒關係 沒關係 他沒有換到第二段 沒關係 才掛 有點關係 欸幹他這樣爆走也就有關係了 恩 沒切死耶 剛才差一點點 但感覺是可以的 幹怎麼又爆走 我這隊沒爆走啊 這隊我真的覺得還好 只是 他對面真的好愛動喔 這隊一開始我沒切死 我就知道我大概走了 我大概去了 我大概去了 我是不是今天又贏 我今天贏幾場 我今天是贏五場還是 等一下等一下 我今天是贏五場還是 還是六場啊 我怎麼覺得有種好像今天贏五場的感覺 是我的錯覺嗎 看一下我輸幾場 輸一場兩場 三場 看起來我應該是輸四場 我應該是 我應該有贏六場吧 我應該是九十分是贏 所以我九十分的意思嗎 九十五分 對啊我這應該是 我這應該是贏 贏 贏 贏六場啦 看一下 失敗失敗 失敗 所以我是因為 敗場都集中在剛剛那邊啦 所以感覺起來 比較不舒服而已 不然 好像其實還好 就是 打得比較不順而已 算了啦 今天工會戰打完這個地方 告一個段落 我會再去多練一些角色 因為其實像剛才這個地方 我自己覺得 水鬼如果可以裝個破壞符文 好像很好 所以我現在其實都一直在農 這個死亡地下城 然後 包含像水狼人啊 什麼角色 我需要再多練 因為我現在的這個 組數還不夠 我現在還有兩隻而已 那我下面還有再多練 這裡 這隻也可以覺醒了 然後這邊還有一隻吧 這裡也正在練 所以 之後吧 之後再多等 大概一個月左右 我應該就可以把我 巨點戰的陣容 都給他練起來 欸一個月可能不夠 因為一個禮拜 大家都覺醒一次 一隻多一點點而已 所以可能要到 兩個月左右 我才能把我想要覺醒的東西 全部覺醒完吧 所以 可能還要再花一點時間 可能還要再花一點點的時間喔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一個 句點戰就打到這裡 告一個段落了 然後我們 就 下部影片再見啦 好不好 那 唉 打得稍微有一點點累 但是我覺得 大部分的情況下 都還在我可以接受的範圍 大家 掰掰 拜拜